它是從一百分之下開始 從一百分之下開始變成一輩團 如果你們有聽過 公乎巧克力的專輯夜工廠的話 就會知道現場的感覺跟團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那四百集它其實是一部電影 有知道這部電影嗎 它是一個很老的人拍的很老的電影 然後導演叫做褚福 然後它是一部黑白片 那它那時候後來變成一個經典 就是因為它 這部片是一個產綠少年的故事 那個產綠少年他對這個世界 他有點不太知道怎麼跟這個世界好好的相處 他就疲憊著做很多很白癡的事情 有點讓人頭痛的事情 這樣就叛逆 但其實他在內心可能就也很渴望 得到愛以及陪伴等等 以及朋友等等 但他最後就是還是沒有辦法好好的跟這個相處 所以他就又做了一些壞的事情 結果就被他爸媽送去趕花園 這一個故事 那我就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寫了這首歌 那因為 其實像我們家現在的小孩 就大家都滿判逆的 除了我之外都滿判逆的 我的判逆期比較晚 我的判逆期是大學病人這樣 然後我的底下有六個判逆妹 然後他們的判逆期就是從大概三歲到高中之類的 但是那種判逆不是那種真的要去傷害人的判逆 就只是 有時候對這個體制啊 對老師對教官 或覺得你現在怎樣 我衣服不知道要幹什麼事之類的 或者是那種 就是那種很 其實說算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但大家就覺得我為什麼要聽個話 這種感覺 然後因為我家下面那些 最後都還滿有種的這樣 所以就搞了之後 有些就沒有辦法好好的唸書 就拖了好幾年 就比如說人家十八歲是已經高中畢業了 他十八歲才開始讀高一之類的 就是會有這種狀況 但是後來呢 我家的這些小朋友的每一個出去都是 像我這陣子因為要去美國 然後就請我堂妹幫我翻譯所有的英文的信 他後來去念高印大 然後應用外語 然後現在超強在旅行車 然後我所有的英文信丟給他 他三分鐘就丟還給我 就是很厲害的狀況 然後還有我的長弟 他現在就是念了一個什麼 什麼體育 運動休閒 對 就說莉莉的畢業了 然後最近都要做一些大生意 對 就是一斤想要賺錢這樣 很酷的一個小孩 然後他剛上大學的時候跟我說 跟我們說 他拿著書本都在學校裡面 感覺非常的好 原來上大學是這種感覺 然後就很高興的聲聲歷歷的畢業了 這樣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 可能 就是不是每一個小孩都在這個社會 認為正常的管道之下就是成長 但是其實這問題是你的氣是什麼樣子 你的心靈是怎麼跟這個世界相處的 那就算你工作不好 就算你現在不想要眨衣服 不表示你要換 然後其實沒用 所以我就是想要講這件事情這樣 好 這首歌叫四百零 最好一聲嘆氣 最好一聲嘆氣 是被廣話重奏的足跡 遇見我有分路 那眼神無聲 對於這個世界 並被表面那樣紛紛 要為何總感覺被背叛了 走了安於海的早前 跨不過自由 而我的幸福或感傷 依然為不阻擋 留在夢醒來之前 最後的畫面 眼淚在無聲的黑在執著 天天散播 暗默暗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死顶 okay Zither Harp 浩然女孩的宝点 跨过之路 而我的心梦惑跟在 遗憾 隨風走到 留在夢境內深淡 最後的畫面 眼淚在眼神的黑白之中 你居然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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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